好了,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新牛画法 然后这个有一个新牛,那个4.0的新牛 把这个双击打开 打开以后呢,有四个界面 我们一般呢,就只有在这一个界面那边使用 就这个top,top 然后双击top 进来以后呢,我们要先改一下 下面有一个锁定格点 锁定格点,右击它 里面有个设值 左击设值 然后出来一个对话框 这个框里面有一个就是 格线范围,把这个格线范围 一般呢,我们改成3000 子格线每格一毫米 不变,主格线每格 10毫米,十个就是 十个小子格 然后锁定间距一般呢,我们改成 0.5 什么意思呢 讲一下这个格线范围 这格线范围呢,它就是说 这个所有的格子的范围 大小 就是你看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 最好比给您的一张纸啊 在这个纸上去画图啊 你图不可能超过你这张纸 那我们设了3000毫米的话 它就是三米大小了 那我们的车床最多车 2米5了 那就是有2米5的,1米5的,2米的车床 那有3000的格子的话,你就够你画图的了 就是相当于你这个纸张的大小就够了 然后刚才有一个,就是说紫格线 紫格线每格是1毫米 那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这一个每个小格子的大小 这是1毫米长度 1毫米 然后主格线每格有10个小紫格 那这个说的呢 就是说,这个大格子 这一个大格子 每一排有10个小紫格 也就是1公分长度 下面有一个改了一个0.5的锁定间距 什么意思呢 啊,点一下 看 这个是直线 画直线的工具啊 选中直线 然后左击一下就可以选中直线 然后到这边 随便找一个起点点一下 往这边画 随便画 你看 现在画呢 我是随便怎么画都可以 你看 这样就是说 它没有确定性 你随便画 想怎么画都可以 画到哪个地方都可以 那这个锁定格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左击它一下变成重黑色 这个重黑色以后呢 我不在画图的话 后面就有一个点在跟着走 它在锁定在 你看 我每次点下去 它都在锁定在 要么就是0.5 要么就是1 然后 它就锁定到每个0.5的地方 这个就是锁定格点的意义 就是开启它是一个意思 就是有助于我们画图呢 就是画的标准性 你画的就是说 我们一般的标准的就是精确到0.5 你每个线都能画的 就是说都能接得上 画的标准 这样 还有就是说 你看我们现在画线 想怎么斜度 想怎么斜都可以 那它旁边有一个正交 这个正交呢 让我们设置也是设置一下 右击它 里面左击设置 画约里面的这个 这个度数改成30度 然后改确定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画图随便都可以动嘛 然后我点正交变成重黑色 你看 我每一动它的角度 就是30度角度动 这样就 有助于我们画直线 画的比较直 你那样 如果说不点不打开的话 你看 容易 画歪 画平 正交打开就很少画 直接就是直线 好 这个是删除键 剪刀就是删除 然后就画一条线 不要了这条线 点它中 先选中它成黄色 就是左击这条线 才变成黄色 然后点剪刀 就可以把这条线删除 然后这里有一排 这个就一个物件锁点 然后点它一条 它就上面上面那还没有了 物件锁点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般的 左击它一下 上面这个工具栏出来以后 我们端点打对号 这个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画一条线 我再接着往上 往下画 你看我放在这里 它自动捕捉到 这个端点的这个位置 接着端点 远远就是它这个线 就可以接得上 就是有变于我们画图的 就是整齐性碼 也是 好 那下面我们开始画图 首先呢 我们要画图 那从哪里开始画 我们画一根柱子 就比如说我们画一个 五公分的柱子 五公分的柱子 你要先选择这个直线 从这个红线和绿线 交叉点 也就是这个零点 开始画 而我们选择 左击直线命令 左击起点 我们从哪里开始画 就左击它一下 然后我们画这个 五公分的柱子 那我们画图呢 是画一条线 就是画它的一个轮廓 一个边线 那我们只画它的一半 画它的一半的话 你看五公分的话 我们就画25 输入25长度 在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25 它输入的尺寸 然后按回车键 自动找到25的地方 然后你看这看线 然后你确定好它的方向 比如说你往那边画 也许你是往上 我这边 往左画正常我们去 往左画在这个边 左击一下 好你看这条线就确定好了 然后我们进行 按阶段分析 下面呢我们分一下 正常呢是我们要找一根柱子啊 进行去 就是说测量它的尺寸 每个花形的就是节点分成一段 让它就是一段一段的分好 它继续再 再去补里面图比较好 容易去补 那我们现在开始画这个图 首先我们要先确定这个方料 然后这是五公分的 好 确定好了 那我们要确定它的总长度 就是我们花钱的总长度 你要画多长 确定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画一个450的 输入450 我按回去 这个鼠标的中间有个滚滚轮 是可以是可以缩小和放大的 那右击柱是拖动整个图 右击柱是拖动整个图 到上面一个 左击一下 然后画一条横线过来 左击一下右击确定 好 这好比就给了一块方木 你在这个方木里面进行做造型 做你的花形 木头的就是你想做什么形状 这是你的时间做 然后我们正常你要量尺寸的话 我们把它进行分段 第一段 好比我们进行量一下 10毫米 输入10 回下 到这上面 左击一下 过来 左击一下 再回来 继续往上走 两毫米 左击一下 过来 再回来 再回来 10毫米 左击一下 然后回来 再过来 然后 来个 两毫米 左击一下 再过来 再回来 进行方向走 来 看 再回来 再换个 快速 六毫米 三十八 现在 好像 左击一下 过来 再回来 再回来 加油 再来 一个 汽好 灰尘 然后再画一个 80的方 中间留个方 然后再画一个 谁 再画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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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面的 我可以做了一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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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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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方格搭好了 然后把他这个图纸进行分段 分好段以后呢 我们开始往里面补我们的花形了 就要 那现在我们从头开始 比如说第一段是个圆弧 圆弧的话呢 这个图标叫圆弧 但是我们不直接使用它 我们要右击它 里面的第三个 起点 终点 方向 左击它一下 然后起点 根据你实际尺寸 你可以量一下它的 就是起点的直径是多少 然后终点的直径是多少 然后起点在这里 好像22 22的话我们画它的一半 那么那就是二十一 不42 它的一半就是21 然后起点 中点 这样也好 然后 不出来方向 现在我们画的呢 你看这个弧度比较僵硬 不好容易 不容易说 画成我们想要的那个尺寸的地方 那我们这个就把正交关闭 左击正交一下 它变成浅黑色 就是关闭了 然后你看这样 就好确定了 一般的我们最高点呢 要离我们的木头 就是说你看做个圆的 做个圆弧啊 你的最高点 不能超出你的方料的外边 一般的我们外面流于一毫米的长度 一毫米的那个余地 这样左击 这个圆弧就出来了 然后下面画一条直线上去 然后 这下面画一条圆弧 几点 中点 这个呢 我们要做一个奥金区的 画一条直线上去 画一个小花瓶 花瓶的画法是 也是画圆弧线 先画出一粒圆弧 几点 中点 放下确定好以后 然后进行这条圆弧进行修改 选中这条圆弧 就是左击圆弧 成黄色 右击 曲线引角 这个 指令 右击它 然后里面的 有一个叫重建的 小孩敲圆的 进行重建 然后一般改画屏 我们用点数六个点 阶段 三个阶段 然后给确定 然后在左击开启公式点 那上面就有点了 这一点呢 就可以随意的拖动 然后使我们图形改成 就比较好看的 左击住这一点 就可以拖动它 使它变成我们所需要的图形的样子 我们变成一个大度的花屏 差不多 然后这一点呢 怎么取消它呢 可以按ESC键 就是取消键 在那个键盘的左上角 有个取消键 按它 按来加它就取消掉了 然后 我们开始画下面的 然后就画一个弧 右击它里面第三个 画弧 起点终点 弧度 这个地方呢 我们想做一个中间方布车的地方 那这种布车的地方呢 怎么去做呢 这个就 因为我要不车这个地方肯定我要绕到这个木头的外面转过去的话才车不到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画的是方木的尺寸 那我们要绕到它的方木外面的话 我肯定木头在旋转的时候是按对角线旋转的 对吧 它一旋转的话 那我们只能绕到对角线的外面格才能就是撤不到这块那我们要绕上去然后再进行下面的尺寸那我们先画后面的也可以先最后来补这个中间方的地方 然后后面做一个圆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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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 再来一个圆弧 再来一个实现 绝对我们先按照配合同一个圆弧 这这个圆弧 然后再次做一个圆弧 然后或者故意 最绝它圆弧 这些圆弧 全部滴振 然后再次做一个圆弧 能够这个地方 然后接着画一个户 当然这个尺寸啊 花形啊 也是给你自己想设计的 一个花形去 去来量它的尺寸啊 这个我是随便给你画一下 先讲一下这个程序 好吗 然后下面是一个直线 在后面 右机他里面第三个 七点 终点 然后再来一个直线 再来一个烟壶 然后这个图 你看我们现在 就只有这个地方没有画了 那我们现在去修加这个地方 加这个地方怎么加呢 我们要先算出它的对角线是多少 我们正常的对角线 是这样的算法 边长乘以1.414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寄生器 然后边长是50的 乘以1.414等于 好 这就是它的对角线长度 但是我们画图是画它的一半 然后进行除以2 好 35.35 然后我们画直线 选这种直线命令 也是从它的中心线 画它的那个35.35 把正交打开 输入35.35 然后左击 往下画一条输线 往上超出整个图 画一条输线 那这个地方 我们先进行 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做一个刀路 就是这个木头 我们刀不可能说 直接到这个地方开始下刀吧 当木头是转起来的时候 这个是编 那我必须有一条线 这样引直过去 好比 我们从这里开始进刀 开始车 车到这里出来 然后从这边再进去 走到这边再出来 好 在这里 出来 这边就进来 那我要外面的走一条线嘛 它要让了 要过去嘛 它有一个通路的 必须从这边过去 再进来 再往上走 走到上面再出来刀 这就是对角线 然后我们画出来 这个线都是比较长的 我们要下刀的话 可能 还是不好下嘛 不可能说从这地方开始下 或者是从下面这个地方 这么远的地方开始下 你也不知道这个位置在哪里 然后我们就是 从这个木头的边开始 我们从这个木头边开始的话 我又要把这个多处的地方形 修剪掉 然后我们选中整个图 左击住然后框一个框 把它全部框里面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叫修剪的 左击修剪 把多出去的地方写掉 左击一下这些多出去的地方 就可以修剪掉了 好 在外面就修好了 然后一有机确定 然后把这个辅助线就没有用了 把这些辅助线全部删掉 然后跟剪刀删除 剩余的就是我们所需要车的这个柱子 形容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 它现在本来是还是一段段的吗 不是一条线吗 然后我们要把它变成一条线 组合一下 也是在检查一下 我们这个图啊 你是否中间有断点啊交叉点啊 这些旁边这里有一个组合 左击一下组合 这上面会显示有23条线 组合为一条开放线 那这就对了 如果说组合成两条线啊 三条线五条线 那肯定你的图具有问题 那进行去再查找它的问题 这哪个地方 那是如果不是一条线的话 机器是没法识别 没法干活的啊 但并且如果说干活了 也是干活了的 不是你所需要的 然后你说这个线 我组合好了 我想分开它怎么分呢 那组合旁边有一个榨开 啊 左击榨开 然后它就分出 一段这段的一个 好 选动它 然后再组合一下 我们做任何指令 进行修剪啊 包括组合 榨开 然后移动什么的 你都要先选中这条线 再去做这个质量 因为这个 你不选中它的话 它不知道你做了哪条线呀 对吧 好 那现在这条线 已经做好 然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实体 那个旋转一下 它的转 就是高度旋转的 就在机器上转的时候的样子 可以看到 然后选中这条线 称黄色 这里有一个曲面 左击曲面 里面有一个旋转 左击旋转 然后在这个绿线上 画一条竖线 更异的 画一条竖线 然后 画出了这条竖线以后呢 这里会出现 有一个360度 左击一下 然后在左击这个 着色这个球 左击着色 好 你看 这个柱形就出来了 好 你说哪里不好看 可以进行 再去修改 来到你满意为止 怎么回去修改呢 然后在空白处 左击一下 变成现况模式 然后在底下 这个叫复原 回到上一步就是 左击一下 它就回来了 好 这个图呢 我们现在画到这里 然后我们把整个图 我们机器操作 我们的机器识别呢 是从这个点开始较学 正方向较学 那这个图我要 移动到这边来 怎么移动呢 选图成黄色 左击移动 左击移动 点图下端面 输入零 回撤 那图会自动跳到这边来 那这个图到这里 我们进行保存 然后文件 并称为 看一下保存在哪个位置 然后保存类型 要改成最长的这个 DXF文件 然后名字 随便起一个 中有方 那我们先锁机保存 然后预设值 点确定 这个一定要是预设值 下面的前文不要选 我们只用这个预设值这一块 然后锁机确定 这个图就完成了 感谢观看